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生活的婚姻 谈论故事的婚姻中 冲突家庭中和生活每天 邀请大家来今天的故事 妻子说 跟闺蜜去旅行 没想到我女儿发现 她和前任偷偷进旅馆 做一个简单的人 体验喜怒哀乐 品尝苦辣酸甜 开心了就笑 难过了就哭 真实不做作 简单不复杂 对朋友珍惜 对自己爱惜 她喜欢谁 爱着谁 没缘的一砖一瓦都知道 也许就她自己不知道 毕竟 她从来没把她当成人看过不是吗 她三年来 就只是她养来找乐子的宠物 她答非所问 方先生准备什么时候放我走 这魔想走 就算在我这里能以短时间赚大量的钱 也要往外跑 能以短时间赚大量的钱 她说的倒是很好听 她今晚能把她当成商品卖给她的朋友们 明晚便能直接将她卖给云端之上的老板 让她去那挣钱 陈欣伟说的很对 方最勤不在乎你 一个人若是在乎 一个男人但凡有点赞有欲 都不会把自己的女人卖给别人 只能说 在方最勤心里 她连她女人这三个字都配不上 想 男人捏住她的下巴 将她的脸往上抬 理由是什么 养了你三年 忘本了不成 苏漫漫别过脑袋 使她的手从自己下巴处一开 你要和田小姐结婚了 结婚后不该养着小三让她伤心 至于我 我确实不太想再待在这里了 你也知道自己是小三 挺有自知之明的 方最勤现在说话越来越伤人了 有时候心疼着疼着变麻木了 她又说 何必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为了如许开心所以离开 直接说为了你的初恋 被弃养了你三年的男人 不就好了吗 苏漫漫抿了抿唇 她想怎么说便让她说 她也无力去管 索性按照她医院回了句 嗯 她回来了 我想走了 就当是我忘恩负义 被弃了养了我三年的 主人 她脑海里最先跳出来的两个字 除了用这个词来形容她和她的关系 她想不出其余的了 但她 还是没能说出口 虽然她穷 但不是没有骨气的软骨头 男人脸色欲发沉 她听见她嘀嘀的一声冷笑 呼得被挤凉了激度 她说 那也对我放了你 你才能走 方罪情握住她的胳膊将她拉起来 我去洗澡 衣服脱了去床上躺着等我 见她不动 男人握着她胳膊的手 稍稍收紧了些 苏漫漫半低着头 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而后闭了闭眼 重重地点了一下脑袋 见她点头 男人松了手 转身朝床边走的时候 苏漫漫听到她那声讥讽的冷笑 彭扶一把刀 正一刀一刀弯在她心口上 到这一刻她明白了 原来电视剧里上演的剧情不是假的 三年的宠爱能因为新鲜感消失 顷客奸话未须有 苏漫漫走到床边 听到浴室门关上的声音 随后 浴室的方向传来嘻嘻嘻嘻嘻的水声 她将手从衣服扭扣上拿下来 掀开被子躺了下去 屋里开着强暖 四处暖和 可这张床却无比冰凉 只见触碰到床面 冷得令她拳了全手指 摆在床头的手机响了一声 苏漫漫伸手拿了过来 是一条短信 幽儿发过来的 那天晚上你回去的匆忙 要没有拿走 我明天给你送过来 看到幽儿这两个字 苏漫漫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酸楚 她曾经是她在福利院最好的朋友 像亲哥哥一样处处护着她 今晚被方醉勤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贩卖 她没有哭 被包厢里那些男人用一样的眼光打亮 惯以小三情人的称呼 她没有哭 被程欣伟拉进包厢 她害怕极了 但也没有哭 此刻 却满腹委屈 眼泪 就那磨掉了下来 手机叮咚又响了一声 那三天你发烧太严重 最近要多休息 不能劳累 记得多喝水 苏漫漫握紧了手机 侧躺在床上 将自己紧紧缩在一起 眼泪打湿了枕巾 哭得有些失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 混沌的脑子进入一道声音 是男人推开浴室门的声音 极具危险性的声音 苏漫漫整个人神经一蹦 出于身体寻求安全的本能 她又将自己蜷缩了一度 方醉勤穿着浴袍 走到床边时 就看见床上小小的一团 苏漫漫本来身子就娇小 主卧的床很大 此刻她蜷缩着身子 便显得更小 小的有些可怜 男人眉心醋了醋 她弯腰掀开被子上了床 伸手要去捞她的时候 便看见她肩膀在颤抖 方醉勤起了身 弓着身子握住她的手臂 将人拉了过来 眼下 视线内 她在哭 三年了 她养了她三年 从没见她哭得这么伤心过 男人握着她胳膊的那只手 指尖颤了一下 连带着心底某处也泛起了疼 方醉勤微微弯下腰 以后不带你去了 感觉到那股熟悉的气息靠近 那股渐渐变了智的熟悉感 有往昔的暖昔 变成今朝的恐惧 彷彿就是短短几天 察觉到她逼近 苏漫漫突然从混沌中回过神 忽地睁开了眼睛 眼眸中映入她的模样 身体本能往后缩了几步 但无奈被她拉着 她动不了 她以为她生气了 毕竟她只是个玩具 玩具就是用来开心的 谁会喜欢玩具哭哭啼啼 惹自己心烦呢 苏漫漫立马支起身子 摇了摇手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过要哭 我只是躺着忽然睡住了 对不起 她很慌张 她怕她生气 她望着她 男人脸上没什么表情 苏漫漫立马伸手 开始解自己的衣服扣子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也许哭了一段时间 她的声音夹杂着哭腔 些许颤抖 整个人都显得很脆弱 就像一个玻璃娃娃 轻轻一捏就碎了 方醉琴看着她这幅惊慌失措 满脸惊恐的样子 眸色又暗了一度 男人伸手握住她的手腕 将人搂进怀里 就着这个姿势一并躺了下去 另一只手很熟练地扣住她的腰 让她整个人都躺在她怀里 她身子小小地颤 因为近距离而传到她身上 睡觉 怀里的女孩很听话地点头 一瞬间的功夫 彭扶她的话是圣旨似的 话音落 她便安静地不动了 只是夜晚主握静谧的空间里 还有她呼吸间控制不住的啜气 好像过了很久 听着男人呼吸平缓有序 感觉她真的睡住了 素慢慢才放心地睁开眼睛 她很怕吵醒她 缩着身子不敢动 窗外 浅浅的月光泄进屋子里 落在床边 将男人的侧脸镀上一层淡淡的影子 素慢慢稍稍抬头 便瞧见了她轮廓分明的侧脸 心里默地自嘲了声 原来有一天 躺在方醉琴的怀里 她也会失眠 素慢慢当真是一整晚没有睡着 一直到晨起六点多钟 方醉琴去晨练跑步 离开了房间 她才沉沉地睡了过去 都说失眠会做梦 素慢慢这次便做了个噩梦 上午十一点 今天是工作日 方醉琴默去上班 董妈瞧了眼中表 打算上楼去喊素慢慢起床 却先被坐在沙发上的男人叫住了 让她多睡会 董妈又走了回来 好的先生 先去做饭 等会儿她起来吃 方醉琴放下手里的财经报纸 起了身 掩耳连子羹 弄一些瞎 她睡醒起来吃不了多少 好的先生 我这就去 方醉琴上了楼 主窝很安静 窗帘没有拉开 光线昏暗 男人走到床边 便见躺在床上的女孩身子 为我发抖 额头上渗出许多汗 可可 她喊了她一声 素慢慢睡眠很浅 通常有一点噪音 就能把她吵醒 方醉琴喊了她几声 她也渐渐睁了眼睛 入眼 便是噩梦中的男主角 她整个人蹭的一下坐了起来 因害怕而瞪圆了眼睛 本能抱着被子户在身前 方醉琴现她这模样 也没事抹表情 只是在床头倒了杯温水 递到她嘴边 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温温地说 梦到我了 她说话总是很温和 看起来平易近人 且她与生俱来带着一股 英伦男人的优雅金贵 单单被她看着 就能生出被她深深爱着的错觉 素慢慢如梦初醒 抿了抿干涸的唇 伸出手小心翼接过她手里的玻璃杯 仰头喝了一口水 她喝得有些急 嘴角一出来水渍 方醉琴看着她 伸手在她嘴角擦了擦 拇指指付带走几滴水 她说下楼吃饭 时间不早了 她拉着她的手 却没把她拉动 你还很是宫颈 慢慢地将自己的手 从她手掌里抽出来 喉咙还是有些干 方先生 我可以自己走 她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方醉琴和田如许结婚 一对碧人 接受万千人的祝福 却在最后的时候 那两人枪口一致对外 指着她 对所有人说她是小三 她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积万双眼睛鞭吃 身心俱伤 终于 她变成了当年母亲的样子 原来真的有那种绝境 活着还不如死了 会说话了 就觉得自己有本事离开 我不让你走 你走得了 平息家的小少爷 她轻轻说 莫等苏慢慢说话 男人便弯腰将她从床上抱了起来 随手拿了一件披风外套 就裹在她身上 而后又蹲下身 把那双粉红色的软毛拖鞋拿了过来 握着她的脚 放进鞋子里 听话一点 不然吃疼的是你 她站起身 牵住她的手 低着头 温柔仔细地给她理了理头发 男人指腹划过她的额头 方醉勤拱着身子 吻了她一下 她乖乖地站着 听话地闭上眼 苏慢慢在方醉勤的要求下 喝完了一杯温牛奶 董妈将饭菜端上来 摆在两人跟前的餐桌上 方醉勤坐在她对面 男人拳着衬衫袖子 戴着一次性手套 正熟练地剥虾 将剥好的虾肉放进她此碗里 昨晚的事是意外 以后不会再出现 苏慢慢喝粥的动作微微一顿 她捏着少饼 加重了点力气 抬起头 看向她 白先生看不上我是吗 大概是她太差劲 所以方醉勤给她介绍的 这份工作泡汤了 那几个人都不要她 自然也损了方醉勤的面子 听着她这话 男人眉心猝了一下 你希望她看上你 苏慢慢摇了摇头 将视线收了回来 继续安静地喝粥 程兴伟说她是二手货 若不是看在方醉勤的面子上 她绝不会连香西域 包厢里那几个男人都知道 她是方醉勤养的情人 都没把她当人来看 他们都看不上她的 她心里很清楚 吃完午饭 苏慢慢又睡了一会儿 她整个人都有些慵懒 提不起精神 今天还在下着小雪 下午才稍微停了一些 方醉勤带着她出门 去金融中心看了一场电影 影片最近热销 剧情跌宕起伏 苏慢慢却提不起兴趣 电影落幕 方醉勤拉着她起身 晚上想吃什么 苏慢慢任她握着她的手 回答的声音很轻 不是很饿 你定吧 她没食膜食欲 中午方醉勤非要她把那盘虾吃完 吃得她有些反胃 但也不敢违背她的命令 她们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服务员拿来菜单 方醉勤正在点菜 苏慢慢坐在她对面 靠着窗户 望着街灯发呆 自从她订婚 她就越来越喜欢发呆了 尤其是和方醉勤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明天要出差 大概三天后回来 白赤灯光落在她雌白的皮肤上 令她的脸像是湿了血色 有些苍白 懒散的模样 看起来有些孱弱 彭浮前几日大病过一场似的 肯定大病了一场 心病 那三天一直跟那男人在一起 定是后悔这三年跟着她了 若那男人没有被习家认回 从福利院离开 说不定现在苏慢慢 已经和那男人在一起了 人生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人生真正的快乐 不是你这一生可以赚得多少钞票 而是不断给自己定下目标 然后朝着目标不断前进 不断去感受成功的喜悦 人生已有多少钞票为快乐的人 是最低俗的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看到小三就要跑 谁料直接抓住她就开始弄 这节奏真是太猛烈 人之所以快乐 并不是因为拥有的多 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乐观的心态来自宽容 来自大度 来自善解人意 来自与世无争 人生没有完美 想通了 想开了就是完美 一整天下来 她都处于忙碌中 因为只有这样 才会让她没有空余的时间 去想核子弹 罗秘书 你怎么还没走啊 早就下班了 秘书办公室被推开 助理小哥的身影就站在门外 他定睛看着正在里面忙碌的人 脸上有着说不尽的笑意 直到这会儿罗燕燃才反应过来 哦 我给忘了 说完 罗燕燃开始整理处理完的文件 而助理小哥也很有耐心的在门外站着 似乎是在等他 跨着包包准备出去的时候 他发现对面的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人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心也跟着那寂静的办公室一样 总觉得空荡荡的 如同往常那样站在公交站台前等车 只是这个时候却忽然有一辆蓝色轿车缓缓停在了他面前 车窗被摇了下来 出现的赫然是助理小哥那张憨厚老实的脸 罗秘书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坐公交车就好 罗燕燃想也没想就给拒绝 对于助理小哥的心意他领了 只是他真的有些不习惯 最后 罗燕燃还是坐上了他的车 因为等了很长时间 也没能看见公交车的身影 坐在车上 对于助理小哥的话 罗燕燃也是有一句默一句的答着 到家以后 罗燕燃只是到了声谢 便推开车门下车 今天谢谢你了 路上小心 这是出于一个普通同事之间的关心 并没有其他意思 蓝色轿车离开后 罗燕燃才迈着脚步往家的方向走 然而这个时候 身后却想起了母亲的声音 刚才送你回来的人是谁呀 一个同事而已 罗燕燃转身 接过母亲手里的塑料袋 笑着说 母女俩回到家以后 罗燕燃先放下手里的塑料袋 然后走到房间把包包放下 重新来到厨房准备帮母亲洗菜的时候 却发现今天买的菜都和往常的不一样 妈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这不是你以往的风范呢 罗燕燃转头 将是线头在正在切菜的母亲身上 妈是想做点东西 让你给你们老板送去 罗燕燃怎么会不知道母亲的苦心 只是这些东西 懂光明吃的习惯吗 还记得上次 让她吃个面条都像是被虐待了一样 吃完饭洗了个热水澡出来 罗燕燃陪着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 夜晚的风轻轻吹拂着阳台上的窗帘 夜悄无声息地流逝着 第二天一大早 罗燕燃刚打开房门的时候就闻到了阵阵香味 她知道是母亲在为董光明做便当了 等洗漱好以后 罗燕燃只是泡了杯泡面 因为家里的锅被母亲霸占了 试想 她董光明哪儿来的这么好的福气 就连她这个当女儿的 都没有吃过母亲亲手做的便当 提着足足两盒便当上了公交车 罗燕燃一只手要抓着把手 一只手要提着包包和两盒便当 时间一场显然有些吃不消 到了办公室以后 罗燕燃手上的东西才终于得到了释放 低头看了眼时间 距离董光明来的时间还很早 只是那只原先提着便当的手 如今已经微微有些红肿 董光明今天来得很晚 而罗燕燃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左右 才看见董光明的身影 她提着那两盒便当 走到总裁办公室门前敲响了房门 推开门以后 董光明正低头坐在椅子上翻阅着文件 而罗燕燃也一时哑口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直到董光明抬起头来问她 她才将手里的两盒便当放在了办公桌上 这是我母亲的一点心意 感谢您帮我付医药费 你是我的员工 在工作上昏倒的算是工商 这是我应该做的 董光明不紧不慢地说住 而罗燕燃也只是点了点头 随后便推门走了出去 至于桌上的那两盒便当 董光明爱吃就吃 不爱吃就不吃 反正母亲交代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透过那扇玻璃窗 罗燕燃隐约中可以透过总裁办公室的那扇玻璃窗 看到坐在办公椅上的董光明 只是她偷偷地观察了很久 也没有看见董光明去动那两盒便当 一天的时间就折磨过去了 奇怪的是 今天的董光明并没有叫她 下班后 罗燕燃想要去拿回便当盒 但发现总裁办公室的门已经锁了 什么时候走的 看着那扇紧闭的门 罗燕燃忍不住嘀咕了句 公交站台前 罗燕燃已经错过了无数辆可以回家的车 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 所以在这里等车的人很多 罗燕燃低头看了眼时间 她发现自己已经在这个地方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却也没能够挤上去远处 一辆白色奥迪静静地停在路边 车门被打开 何子弹迈着长腿快步来到了罗燕燃身边 她一下子抓住她的手腕 罗燕燃只觉得浑身一臆僵硬 她没有去看对方 正扎着想要脱离开 但是何子弹却抓得更紧 跟我走 我有话和你说 你放开我 罗燕燃低声吼道 他们这样会让人误会的 何子弹是个有负之夫 如果让别人看见 还不知道会怎么说她 你这样 只会让更多的人看见 何子弹感受到大伙的异样目光 再加上罗燕燃的挣扎 她怎么会不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听到她这句话之后 罗燕燃并没有放弃挣扎 反而抓住她的胳膊就咬了下去 她想要她松开她 为什么我就这么难 罗燕燃几乎是被映射进车里的 而何子弹也快步打开驾驶位的车门坐下 她拉下手刹 快速地将车子驶离 车子停在了一家咖啡店门前 何子弹下车 然后抓着她的手腕就往里面走 跟着店里的服务生 两人来到了一间宽敞的包间里 罗燕燃警惕地看着站在面前的男人 他那居高临下的样子有些瘆人 你要做什么 罗燕燃往后倒退了几步 好和她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 何子弹见到她在刻意逃避着自己 眼底里闪过一丝忧伤 珊珊 我不反对你去董事集团工作 可是你在董光明身边 我完全不同意 大家都知道 她是个花花公子 我担心你会受到伤害 罗燕燃觉得可笑 她有什么资格来管束自己 何先生 这是我的事情 和你没有关系 她的语气坚定 也不知从哪而来的勇气 就这磨直勾勾地看着何子弹 或许换作是在以前 她肯定会听她的话 可是现在 她有什么理由去听 何子弹见到她这样 更加急了 我早就该怀疑了不是吗 当初你哭着从董事集团里冲出来的时候 我就应该想到 你是受了那家伙的欺负对不对 她走上前 抓着罗燕燃的肩膀 现在的何子弹 和她以前所看线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已经有很多事情都变了 何子弹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你放手吧 罗燕燃正脱开她的双手 痛苦地闭上眼睛 声音有些飘渺 此时此刻 她不想去看她的脸 一点都不想 我 何子弹见到她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心忍不住抽痛了一下 她紧皱着眉头 双手愣在半空 她想要去抱紧她 可是却没有了勇气 是什么 导致她们变成了如今这副局面 从你和她举办婚宴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我们再也无法在一起了 这段时间一来 我一直都在警告着自己不要活在过去 我以为这样就能忘记你给我的伤痛 可是现实却把我对你的爱见见莫成了粉 到最后一滴都不剩 说完 罗燕燃便绕过她 推开门就走了出去 她以为再见到她会是一种很平静的心情 可是她发现 自己根本就做不到 出了咖啡店的大门 罗燕燃立即拦截了辆出租车 师傅 幸福里小区 回到家以后 罗燕燃觉得自己浑身都没有力气 她发现自己的心口处好难受 彭腐快要不能够呼吸了 因为心不在焉 导致她进门的时候也没有发现 放在玄关上的一双男士 真皮皮鞋 妈 我回来了 这句话 罗燕燃说得有气无力 她提着包包 竟自往自己的房间走 可就在她经过饭桌的时候 却不小心看见了什么 总 总裁 您怎么会在这里 恍然间 罗燕燃瞪大了眼睛 她不是应该在她家里吗 为什么会在大晚上的跑来这里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们都等了你很久了 赶紧去洗手来吃饭啊 罗燕坐在椅子上嘱咐着 罗燕燃不知道 董光明在这个地方待了多久 她只知道从自己一进门开始 那双深邃般的眼睛就一直盯着自己 好像要将她的心思看穿一般 吃饭时 罗燕燃和董光明面对面的坐着 这顿饭 她吃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不是因为董光明 要不是因为核子弹 而是为了她那颗受伤的心 晚饭过后 董光明就坐在沙发上看着当天的新闻 而罗燕燃则和母亲在厨房里收拾 罗燕燃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往客厅的方向走 原先她还不知道董光明来这个地方干嘛 直到刚才洗碗的时候 发现那两个便当盒 才意识到了什么 只是没想到的是 她一个堂堂总裁 居然会亲自送便当盒过来 最终 罗燕燃坐在了董光明一旁的单人沙发上 不过她却没有开口说话 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董光明一本正经地看着电视里的新闻 罗燕燃只觉得无趣 但又不能够表现出来 所以一直强忍着 罗璇从厨房里出来 看到两人坐在客厅里的背影 嘴角微微一笑 便往卧室的方向走 晚上九点半 董光明才有了要离开的意思 罗燕燃就像是患上了神经紧绷症似的 连忙起身送客 总裁 您慢走 小心开车 罗燕燃站在小区里的停车区外 微微弯下腰来 对着坐在车里的董光明温声叮咛 我看着你进去再走 董光明冷冷的声音从车里传来 罗燕燃本来打算等他走了 自己再回去的 是骑马的礼貌 但是经过他这么一说 他也只能回忆了一个微笑 然后硬着头皮往家的方向走 董光明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道口 他收回目光 微微笑了笑 放下手刹 发动车子离去 送走了董光明 罗燕燃的心裁终于放松了下来 他站在楼梯的转角处 看着董光明的车子消失在小区门口 暗自弹了口气 回到家以后 母亲已经睡了 罗燕燃也只是洗了个热水澡便回到房间 他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的睡不着 看着天花板 罗燕燃发现自己的心里好乱好乱 城市最繁华的董北路 因为是上班时间 所以此刻人头涌动 川流不息 一栋栋高耸入云大厦里 身着职业装的上班族 如出巢的蚂蚁一般 一劈劈地用了出来 又匆匆忙忙地朝四面八方窜去 生活节奏极快却又非常鲜明 董光明今天来得特别早 罗燕燃只是偷偷地往里面看了眼 随后就准备推开秘书办公室的门 可这个时候 身后却忽然传来董光明的声音 关于新区购物中心的方案 有问题的地方我已经圈了出来 需要你尽快修改 好的 他走过去 接过他递来的文件 急是想想 别人能够替你完成工作 别人能够替你开车 但不能替你走路 能够替你做事 但不能替你感受 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走 成功要靠自己去争取 天助自助者 成功者自救 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 却很少承认 真正的顺其自然 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 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